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部分我先讲讲有些矿物 矿石的特征 和我们一般用怎样的方法去分辨矿物 然后下一部分就会由矿物转到保石那里 究竟什么的矿物是可以有资格变成一个真保 一个半保石呢 甚至变成保石呢 还有呢 莫远长就会用时间和大家讲解一下 现在我们用什么技术去分辨各种的珠宝啊 或者玉啊这样 这个很欺人的 已经变得相当科学化和专业化了 因为市场上面是充斥着很多些假的东西啊 假的玉啊 或者人工练成的玉啊 或者经过人工处理的玉啊 所以原生自然的玉 尤其是缅甸玉呢 已经是很难找到的了 所以他们也都不要完全相信 尤其是很多国内的证书 我都可以签到给你的 那些 先讲讲的就是一般来讲 大家都知道石头啦 基本上石头就是最普遍的东西 石头呢 就由矿物所组成的 你随便拿起一块石头 你可能见到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物质 每一种其实就是一种的矿物 英文叫做minerals 一种矿物有它的特质 有它的性分 有它的颜色 那一般来讲呢 如果我们看矿物呢 有一些矿物就是由单一元素组成的 什么元素呢 我们知道地球上面有百多种元素 最普遍的金素元素有二三十种 我们常用的金银铜铁石那些是一个叫元素 譬如我手头上面这个就是铜 铜很清楚啦 铜 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了 就在岩石上面出路已经是这样的了 这些是native element 有些就是 譬如大家都知道 金 这种金呢 亦都是一种天然的native 我们叫自然的元素出路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金呢 是要提炼出来的 这块不要看它那么不显眼的银石 一会儿大家可以摸一下 这个是不是 它来香港很远的那里拿回来的 就是邵庆 这块呢 是在邵庆附近一个叫做河台的金矿 是全中国华南最大的一个金矿 到现在呢 还是不停地开采的 那种金矿就是在一种这样的石里面 它要提炼松石 提炼金呢 一定要将它磨碎 然后用一些化学方法将它分损 将这些金的成分呢 慢慢用一些气泡这样 不停地去搅拌 令到那些金粉去黏在那些气泡那里 然后最后呢 就是提炼出来 就是大家常常见的金啦 或者银啦 也都就有譬如说 这些就是一个方圆矿 刚才刚才有些朋友尝试过 很重的 方圆矿 英文叫做Galina 就是我们一般圆那种金属 就是这种物质提炼出来 这种物质是香港有的 在香港譬如说 北边连华坑的地方呢 是有出路这些方圆矿的 刚才你都感觉到多重 是很重的 炎矿矿 方圆矿 其实大部分你们听到银矿 银矿弯其实是没有银矿的 主要就是方圆矿 因为是银色嘛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靠不同的 礦物的特质来分辨它们 刚才看重量 你这么重的东西走不掉了 差不多就一定含有圆的成分 圆差不多是最重的 一种普遍的金属之一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 尤其是在野外那里 第一步看到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我们就用我们 凭经验 凭我们的肉眼 凭一般的感觉去分析 很多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尤其是放大镜 很多时候就是看 有时候就靠摸它 看它重不重 看它的质感 看它的光泽 你看到它反光的 差不多就肯定有些金属矿物 或者有时候有少少的尤其是帮助 比如说香港马鞍山的 铁矿 铁矿的特色 它就含有铁很多 所以磁石 一粒就粒上去 一个磁铁矿 或者很多时候就 靠一个 你看到我经常都带着把刀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 隔定的矿物 就 很多时候就凭它的硬度 凭它的硬度 如果你说去水晶店 你买一粒水晶 有一样东西你很容易去查 拿刀出来挂一挂 它不给我们挂的 不给它 一般的刀的硬度 大概是四度半 硬度就是由一到十 这样到编排 最硬的是什么 鑽石 鑽石就是十度 最远的是什么 滑石 即是你们的爽身粉 你们没有理由用铁纱去爽身 所以爽身粉 其实就是最远的一种叫做 tok的一种滑石 那些就是一度 那中间呢 石鹰一般来说就是七度 一般玻璃呢 就大概是四度 四度半 一个小刀 就是大概五度 那 记住一样东西 硬的东西可以刮软的东西 软的东西可以刮软的东西 软的东西不可以刮硬的东西 你拿把刀出来 去水晶土 真金不怕红奴火 真水英不怕 然后瑞士刀 刮一刮它 刮不到的 刮不到的 你刮 大力刮 用个放大镜 看一下 看到一些金属瘦痕 其实呢 刀子是被刮的 换句话说 石鹰是比 这个 是 坚硬的 很容易认的 就 本来呢 我就想 前天走去 上海街那里 想买一粒 那些普通的 水晶 大家常常说有念力 那些 想买一粒 那些是人工做出来的 切玻璃的 但始终买不下手 一条手指那么长的 要卖一百六十元 打死我都不肯给一百六十元 买粒玻璃 对不对 所以本来就是想教大家 怎样去 铐辩真假水晶 但是 虽然说不能示范 但是 起码真的可以示范 你待会我不怕 你被刮 这个 你不要撕断它就可以了 它撕断 但你刮不到 这个 假的水晶 有两个特征 第一 刀架可以刮到 记住 刀架可以刮到 如果你有粒 粒 粒粒 粒粒粒 是比玻璃硬的 你可以试一下 一会拿你的眼镜来刮一刮 打两个 就是 打两个 打两个 如果你细心看一粒 真的水晶 天然的水晶 你会看到 水晶面那里 是有一条条的 橫纹 我们叫做 striation 天然的水晶 有这种特性 人工制造出来 种的玻璃 暂时 逐个技术都做不到 这个 因为那些 橫纹 是在一个 分子 的 排列 所造成的 现在的技术 你没有办法令到 分子 是要这样去 排列 所以人工的水晶 始终你看到 玻璃 是很滑的 记住 有两样东西 大家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认真 留意一下 第一 越完整 越整齐 的 六角形状 的 每一个 都很漂亮 很滑的 多数是假的 天然的 一定有 defect 第二 越漂亮的 越颜色 多的东西 你要越小心 尤其是你切开 一些马路片 一片片的马路 发觉里面 蓝色 红色 紫色 好漂亮 全部是染色的 全部染色的 你买的 有时候 我以前都上过当 就是 买了一件 水打马路 你熬一下 它里面 听到水的 原来 它们怎么做呢 它们很多时候 它们知道 那些马路球 是中空 但是它们在旁边 转个洞 然后灌水进去 封回去 就是很多 人工的动作 去搞到 抗物 抗物本来是自然的 一定是自然的 就是最值钱的 OK 你越收息过 相反来说 价值就没那么高了 另外 除了这些 或者有时候 有时候 会带过 一瓶仔的酸 是10%的浓度的 鹽酸 就拿去试些石 因为很多时候 我自己都 有一次 差不多在四川 就去一个会议 去完会议 就带去一个 珠宝 矿物的展览馆去看 一见到 哇 这个玉子很漂亮很大 招牌货 看清楚 那块是石溢 那块是 房间的石减 就好像这些 只是染绿色 还卖到不知多少钱 那些 那些 蛛帘 那些颈帘 其实是玻璃膠 当成水晶帘 我到处来说 不要买 假的 谁知道 是坏了 老板听到 你还没经历过 落雜放狗 那一回事 他们立刻在闪门 不讓我們走 多慘 所以有時候知道假課的學生不要那麼容易出聲 另外我們做觀察的時候不只是靠對眼 很多時候靠對手 靠感覺 感覺 如果你看到很利的 刮在臉上流血的 一定是很硬的東西 或者看看它的形態 你看到這塊是天然的 這是荒解石 是最普遍的一種石 其實是用來做石屎 石灰 硬碎 撈沙 就是石灰 你看到它這麼整齊 原因是因為在分子結構裡面 原子的排列是這樣的形狀 外貌就決定於它裡面的內在的原子排序 例如這些雲帽 是可以一片一片撕出來的 撕到一個分子後的一層 就是因為它的分子是這樣的 一片一片的排列 或者有時候我們聞一下它的味道 或者試一下 柳磺 是有柳味的 舔一下它 有柳味的 有時候我們經常舔東西 因為那個關鍵 有時候甚至看屋子的時候 舔一下它的顏色是比較適合的 然後看下去 但有一件事 我們有個 都有個 小心的東西 就是遇到黃黃的 紅黃的 的東西不舔的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 學名叫做 癡黃和紅黃 非學名叫做 披霜 披霜 噢 你有個家菇嗎 就是越來越長 這樣倒進紅豆粥那裡 餵給家菇就是這種 所以這些 我們一遇到紅色和黃色 可能是屬於披霜的東西 或者含水人的東西 水人是紅色的 所以這些是補完要洗手的 你知道嗎 不要亂喝手指 那 那 一會兒 方便大家看 裡面有些 挺有趣的 比如說 這些就是一種 叫做 沾水直鈣石 礦物有二千多種 每一個礦物都有一個很好的學名 有時候就靠這個 成分定名 有些呢 就 譬如這塊石櫻 石櫻本來很普遍的 這塊石櫻跟這塊比 這塊就靚很多了 水晶 這塊沒有什麼 奶白色 但這塊是貴很多 稀有很多 原因呢 就是這塊石櫻 它的出路的形態 是好像一個深形狀的 這些呢 我們叫做 相偵就是 石櫻當它生長的時候 去到某個時間 由於某種關係 它生長的原子的方向 是反轉過來 所以這種情況是稀有罕有的 而這種呢 一般是普遍的 石櫻其實是最普遍的物質 你擺很多錢買些水晶 其實是買地球上面最普遍 最容易收拾的物質 就 不要小看這塊東西 這塊都是重的 但這塊就不是圓 這塊呢 是叫一個 Banded Iron Formation 叫做 大狀鐵礦 它的重要性呢 就是地球上面 我們用的 七成以上的鐵 是從這種岩石提煉出來的 而這種岩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 很多時候呢 是有上三十億年的歷史 在澳洲 加拿大 就普遍 因為那裡的岩石很古老 就 現代 就沒有這種岩石出路了 所以你也都可以想像 哇 三十億年的岩石 那我們就不斷地開採 就 這些東西有時候 不要貪大 不要貪美 因為很多時候 小小粒那些是貴的 Aquamarine的原狀是這樣的 你買那些 做了 手飾 做了耳環那些 不及這顆那麼貴的 因為它的價值呢 就在它的 原始性那裡 海南保石 Aquamarine 或者黃浴 Topex 黃浴 比水晶 是更加堅硬 是八度的 水晶是七度 這個是八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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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礦物有成二千多種 但是真正 值得 變成一個 拿來做保石的呢 有些條件 有五大條件 第一個呢 當然它的顏色 要吸引 顏色要吸引 就 這個很多顏色很吸引 尤其是金 就是顏色很吸引 或者這些藍銅礦 雖然它是普通 但是顏色吸引 第二個呢 就是它的硬度 就是你如果有些石 很容易磨爛的 那基本上它流傳得不久 相對來說 珍珠是比較容易磨爛的 就不像鑽石 鑽石十度 紅寶石 這裡有 九九九 細細粒那些呢 是紅寶石 紅寶石 九度 黃浴 在這裡 八度 水晶 七度 其他 長石啊 其他那些東西 六度五度那些呢 相對來說呢 那個保存性 就是沒有那麼強的了 所以那個硬度很重要的 第三就是那個形態了 他出路的時候的形態 很漂亮的 有些甚至 他可能不是很堅硬 不是很寶貴 但是他出路的形態是漂亮的 都可能可以做一個半寶石 形勢其中一種了 形勢就好像兩個金字塔 這樣一個鑽石形狀的 第四樣 都重要的 就是那個稀有性 稀有性 你如果那樣東西是 周圍都是的 隨街都是的 你試試鑽石 一打開那個 安達神的礦場 一打開鑽石 全部鑽石多 花崗岩少 那時候花崗岩就貴過鑽石 稀有性很重要的 所以那時候 那些工人就討厭 一打開去 又是鑽石 那個鬧燥又又是鑽石 十度那麼貴 怎麼開採啊 就會是這樣 稀有性很重要的 第五樣就是文化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文化的寶石都有一個地區性的 譬如說那些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他們很喜歡一些 Turquoise的 Turquoise中文是什麼 不記得 綠松石 到處都是的 他們草了很多 中國人就不太在乎 但是中國人就喜歡玉 喜歡玉 但是反過來 外國人就不太流行 去加州那些 沙灘到處都是玉 但是他們就 因為文化性 就是這樣 所以就 要成為一粒 值得人欣賞的寶石 就要有這些條件 很多時候工業 也是就著人的喜好 有時候甚至把一些 半寶石加工 我曾經都有一個經驗 買了一對 藍寶石耳環 去哄老婆 回家自己看 一拿一個顯微鏡看 實際放大鏡看 裡面有一個孔的 原來用激光 打了一些雜質去 那我馬上拿回去換 我寧願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鑽石 一般的鑽石 一般的鑽石 Dominick會告訴你很熟 有幾個C 或者對角顏色 ABCDE FGE IJK 但是真正貴的鑽石 是有微的 例如紅色 或者藍色 那些天然的很貴 但是科學家也知道 粉紅鑽石很貴 於是就用一些加熱 加溫法 或者用一些輻射法 將一粒 原本是清澈的鑽石 變成有顏色 這樣就賣貴一點 有時候就不容易分辨 就 玉就更加了 一會兒都會告訴你 玉 玉就有分軟玉和硬玉 這些呢 和田玉 這個都四千塊 五千塊 那隻在薄林會賣 現在不止了 這些就是加州玉 這些都是屬於軟玉 所謂軟玉 原來呢 有分硬玉和軟玉 那個礦物成分是很不同的 一般硬玉 譬如我這一塊這樣 這一塊這樣 就 真是硬玉 就是我們叫一個J底 的一種的礦物 它的硬度是七度 軟玉呢 是稍微軟一點的 六度半的而已 那個成分不同 而且這個相對來說 比較普遍的 在新疆的那些地方 和田地方 其實就是因為有地殼 有些 熱溶液 有些礦化大 就產生這些軟玉 但是真正貴呢 價值高的呢 就是這些硬玉 而且只有在某幾個位置 全球某幾個地區 才可以找到的 因為地質條件 形成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那部分呢 就介紹了這麼多 今天真是 礦物學的冰山一角 礦物其實有二千幾種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用一些 比較先進的方法去分辨的 另外呢 保石 剛才也說過了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工的 處理和加工的方法 所以呢 要分辨天然 純天然的保石 和經過人工處理的保石 甚至一些染的方解石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今天第二個環境 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而且示範一下 都順便在這裏賣一下 告白先 今天我們 你們不會學到很多東西的 就是 不會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 我們怎樣說呢 就是 規探一下這個 學科裡面涉及的東西 我們在大學呢 礦物學呢 是整個專業來的 整個專業來的 而保石的鑑定 設計也都是整個專業來的 你別以為 今天兩個小時 就可以變成做專家 那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 繼續鑽研呢 我和莫sir呢 就會8月在我們的 啞日學院 是不是 啞日 一智學院 一智學院 Golden Generation 就會開一個短期的課程 四堂的 我們就會說一下 怎樣去鑑定各種的礦物 不只是說 是你們要真的教你們 怎樣去從這些礦物的 property 去鑑定石英 長石雲武 鐵各類型的金屬礦物 然後就說一下 各種寶石的 成因和位置 所以你知道呢 去到 加拿大北面 你不會找到肉的 你起碼知道這樣 然後呢 還有兩堂 就真的 讓大家去學習 用一些儀器去鑑定 一些的 你們的 樣本 首飾 家傳 這樣 中間就包括一個 Visit 就去一個 博物館 還有一個 就是實驗 實習的 OK 有興趣的人 有興趣的人 有興趣的人士 就不妨考慮一下 如果今天報名的呢 還會獲得一套 小弟出的香港 地質貴寶的明信片 其實 有些人我想知道的 最近出了一本書的 去年出了一本書 就是集中香港最靚的地質境貌 上個月送了一本給董伯伯和董太 拿著不肯放 原來香港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現在他們考慮出一些 紀念精裝本 用來送給外國使節 但是 有興趣就看看 但是 中間其中有一些 很典型的 很突出的地貌 就可以 大家想想 你不知道 香港地方 我給人看 哇 九寨溝嗎 不是啊 香港來的 這些是香港地方 每一張 例如說 有些是東平州 有些就 給這些 大家未必知道 香港的地質公園 而且最近 我還在香港找到一些 極鮮為人知的 中與石 這些是香港 這些 火山藍柱見過 這個可以傳一傳 對 傳一傳 香港是中與石 對 那 再 給大家更多 藥素 因為我自己 我搞這些 我有正職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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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正職 我 不可以搞太多 這些 所以這些 純粹是興趣 和莫先生合作 第一課 會講解這些 礦物 如果大家有興趣 進一步 例如 莫先生那裏有個 證書課程 怎樣去鑑定這個 補石 現在已經是很科學化的 你不是隨便拿著 就這樣看得到 用很多義氣 而且 參加完這個課程 我想著 將來我還有一個 地質公園的 學習科 會真的帶大家去 東八六角柱石 去東平州 去荔枝莊 去銀石藝術館 去看的 我想 最主要是 有興趣的人 或者參加過 第一班的 學員 所以 如果你 有時間的 錢 不是很多 學費很便宜 賺錢 都不是我賺的 我不會 我沒有人工的 全是玩的 對我來說 有興趣 就報名 如果今天報名 今天報名 會有免費 有一套 香港 的 明信片 OK 請一下莫珊 好 這什麼義氣 來做這個 所謂的 科學鑑證的過程 好嗎 剛才陳教授已經提過 我們 珠寶 或者礦物 都有幾個要求 所以 稍後 我會再把這部分 簡單複述一下 讓大家對珠寶 寶食的 咦 這是我來的 哈哈 喂 幾 四十年了 差不多 差一點點 因為我在 七七七八年 我入了珠寶行業 當時當然由低造戲 即是由 所謂的 office boy 做戲 即是叫做 junior sales 在那段時間 我接觸了很多 不同的寶石 亦有機會 去香港的廣東 看看玉石 亦有很多 不同的人物 帶珠寶 給我們商陷 等等 對我自己 有很大的看法 原來珠寶 是很好玩的 很開心的 並且是可以 越來越珍貴的 不過珠寶的鑑證 鑑賞 有一個最大的先決條件 和原則 第一 不可以破壞 即是我們 不可以出刀仔 亦都不用 走去領罵他 因為珠寶的鑑證 我們就 不可以牽涉到破壞性 所以 那個 non-destructive test 一個 無損鑑證 是我們首要的條件 是不可以破壞那粒珠寶的 另外 我們亦都不可以 太多 所謂叫化學性的測試 譬如我們 不會滴些酸 到礦石 或者補石 因為我們擔心 鑑定完出來之後 那個石有什麼變化 我們就會有少少 很難去跟顧客 或者委託人交代 所以通常都是以光學 或者是一些高科技 來到不用碰那粒石 都可以驗到的 我們簡單說一下 一般的寶石 我們最簡單的就是天然寶石 但是寶石行業 我們珠寶行業 不是這樣分的 我們珠寶行業 就是把寶石 簡單分為兩個大類別 第一個就是鑽石 鑽石 鑽石的產值 整個世界性的珠寶銷售 鑽石是佔很大的比例的 它的總額多於珍珠、紅寶、藍寶 加起來很多很多的 所以鑽石的行業是很龐大的 每年的銷售金額 可以接近到800億美金 都很厲害 四千多億 到五千多億港幣 另外一種就是鑽石以外的 總稱它 彩寶 彩色寶石 Color Jamstone 這就是我們最單純的分類方法 彩寶有很多東西 紅寶、藍寶、祖母綠、翡翠 就算是珍珠 我們都當作彩寶 這方面就是鑽石 再加上鑽石以外的其他寶石 就分為Diamond 和Color Jamstone 中文就叫做彩寶 好 彩寶 當然我們也要有些理解 寶石是有機物質 譬如陳教授也給了一粒 我們看他的虎柏 所以寶石也分為有機寶石 例如珍珠、珊瑚、虎柏 這些都是有機寶石 還有 如果我們真的要審視一個寶石 珠寶的價值 我們通常不會那麼單純 我們要有幾個考慮的條件 剛才陳教授提過 美不美 Beauty 然後他本身內不內用 Durability 第三個 稀不稀罕 Rarity 另外還有他認受性 夠不夠廣泛 Acceptability 這四個基本原則 是可以幫助我們 去鑒上一件珠寶的時候 值不值錢 是有一個依據的 還有 我們真的要說 色彩度 都是要因石而移的 譬如鑽石 沒有顏色就叫漂亮 紅寶 血禁紅就叫做OK 祖母錄 好像很漂亮的 很亂綠的 鮮草色就叫做漂亮 所以每一種寶石 它那個顏色的要求 是有它自己的一個特殊的性質 這兩顆石都是我拍的 OK嗎 都說得是 左邊那顆 就是十卡 緬甸出的 沒有銷過的紅寶 也挺值錢的 八位數字 過千萬的 另外右邊那顆 就是二十卡的 緬甸的藍寶石 這些都是幾百萬一顆 因為它的稀罕性 以及色彩的 所謂的美麗性 就會導致它的價格 非常之高昂 另外 譬如玉石 玉石它的內容性很高 因為它的硬度有七度 以及它的結晶結構 我們叫做多晶質的 一個緊密的 致密的結構 我們就把它稱為 interlocking crystalline structure 這個interlocking crystalline structure 好像入筍一樣 我們很難弄得爛它 所以玉石 之所以這麼多人有興趣 就是因為它的色彩 比較油潤 另外它真的非常耐用 還有稀罕性 譬如說我們聽過貓眼石 最棒的貓眼石 是在斯里蘭卡出產的 貓眼石 那些貓眼 在寶石學的分類 叫做Crystal Barrel Casai 金綠寶石貓眼 這些都是一些很珍貴的 很稀罕的寶石 所以它的內容性 是會將價格提高的 另外 現在我們有一顆 就是我們學院 有一顆 變色的阿力山大貓眼 在燈光之下是紅色的 在陽光之下是綠色的 那顆石 小小的 好像手指尾一半 都差不多是五十多萬的了 變了就是 真的很珍貴 不過不要緊 如果上課的同學 就有興趣了 就可以看了 阿嬸每天都幫我收拾很多東西 之後就 還有一件事 就算 如果有些人 叫我們買珠寶 都不要輕易相信 為什麼呢 始終 因為那些石是貴的 我們也要說 第四件事 它的認受性 就是它如果 是個個都認識的話 可能它容易買 和賣 如果只有它才認識 或者它不說你都不認識的 我覺得 你買來可能 有一番的唇事 你才能買到外面 所以 買珠寶 或者買寶石 都要看看是否真的 的認受性高 譬如說那些石 很不明經傳 很少人知道 譬如說 舉個例子 叫Benitoi 藍錐礦 在美國 就在類似加州附近 叫Benito County 才有的 但它就不是很普通 很少人知道 有這種礦石 叫Benitoi藍錐礦 你買賣就比較困難 一些 剛才陳教授也提過 有礦物學 其實我們Gemology 珠寶鑑證 都牽涉到地質學 有鋼學 另外有儀器的運用 以及最重要的 就是鑑定技術 一般我們都會使用一些 叫做無損害性的 常規珠寶鑑證儀器 另外 剛才陳教授舉出的例子 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些石 裡面有些紋 原來除了鑽石之外 很多寶石 都可以去到完美無瑕 但是 在我們行業裡面 有一個很奇怪的雜性 就是鑽石可以無瑕 每個人都想買無瑕 寶石就不要買無瑕 因為無瑕的寶石 可能是有機會合成 或者是人工處理過的 就是這麼有趣的 反而有些缺陷尾 可能更美女 或者是更美 所以我們通常是用到 顯微鏡 將它裡面的內含物 或者叫做包裹體 放大了 看清楚它 會不會是屬於 我們認識的天然那類 或者有機會是合成那類 來做一個鑑定上高的篩選 高科的儀器 今天是不可缺少的 因為我們很多顧客 上我們化驗所做鑑證 他們那些是寶 你說擺放一頭半個月 他們不肯的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消費者 他們很擔心 偷龍轉逢 他們最怕被人換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 就要在委託人面前 做這個鑑定 高科技可以幫助到 解決很多被懷疑 或者被質疑的尷尬場面 我們通常有這些情況 首先叫我們的同事 告訴他們 我們運用什麼高科的儀器 讓顧客 理解我們的化驗所 是要怎樣做法的 我們報名的同學 Potential Classmate 就有機會去我們的Lab 我們非常歡迎 譬如鑽石 我們有很多先進的儀器 來解決它 怎樣解決呢 大家都聽過了 珠寶買賣 鑽石叫做四絲平卡 四個英文字 是用絲開始的 包括了 黑奶重量 淨度 顏色 設供比例 這四個絲 除了鑽石之外 補石都可以 都很類同 我們在鑑定行業 珠寶�定行業 在鑽石有鑑定三寶 有一部叫Diamond Shure Diamond View 和Diamond Plus 這三部機是英國出的 是暫時被我們全球的 珠寶鑑定所認為 是必須具備的 基本鑽石鑑定儀器 是high tech 另外至於彩寶方面 紅寶、藍寶、祖武陸 那些 我們用什麼儀器來解決呢 它有很多特性的 它有很多特性的 例如說 紅寶、藍寶、祖武陸 他們本身的比重、浙江度 在顯微鏡所觀察到的內陷物 都是不同的 我們很可能用一些 所謂的高科技的儀器 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在說之前 給你一件事參考一下 我們剛才說了 鑽石也要說4C 如果紅寶石也要說4C 就是重量、顏色是否漂亮 乾不乾淨的淨度 還有設功是否漂亮 我想讓大家促成一下 假設間我們有兩顆紅寶 左手邊的那顆就切割了 很乾淨的 右手邊的那顆 有星的 六條線 星光紅寶 差不多重 差不多顏色 差不多大小 你猜 我們那個審美眼光 是怎樣判斷它 哪顆會比較珍貴 哪顆是一般的呢 請記住 寶石4C平級就是顏色 乾淨的程度 另外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的重量和切工 你想想裡面 星光那顆 和這顆乾乾淨的那顆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沒有切割 沒有切割 答案 這個是特地打黑的 近一點 看到 原來 星光這個 沒有切割 免這個那麼矜貴 那為什麼呢 星光是怎樣來的 因為它裡面有些紋 才可以泛光 有紋就是怎樣 花花的 花花的就是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這個就是 當你有這個的理解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評鑑 就很容易去評鑑 上課了 這個就是 10% 1%都沒有 最重要上課 另外呢 我們要鑑上祖武祿的那些 我們更加要看它 不同的天然的 所謂叫做石紋 內含物 另外有一些所謂叫 合成的生長紋 都可以通過顯微鏡來辨別 至於我們用高科技 我們今天也帶了一部 暫時就是 世界上最小的 紅外線光譜計 在我們在前面 這個右手邊 這部機可以測試到 剛才陳教授有提過了 有些保石打點下去 例如祖武祿 打點膠下去 我們就可以通過 紅外線 檢查裡面的 我們叫做 Hydro Carbon 碳氰的物質 來確定它有沒有膠 或者它的量是多少 另外我們還可以分析 會不會是天形的 或者合成的祖武祿 都可以通過這部機 紅外線機來解決 那就是珍珠 珍珠的行業 就很受歡迎 有南洋珍珠 日本東珠 或者我們中國 合譜珍珠 我們也聽過 至於我們在鑑證方面 有些什麼人 最關心的呢 就是關心 是淡水珍珠 還是海水珍珠 因為海水珍珠 是貴貴很多的 淡水珍珠 會比較大量生產 為什麼呢 海水珍珠的磅 一次過只可以養兩顆 淡水珍珠 就是兩顆的二十五倍 即是多少 五十顆 即是淡水珠 一次過開那隻青口出來 就可以有五十顆珠 如果海水珍珠 開了磅 或者開了蠔 只有兩顆 因為它的稀罕性高一點 所以有些人 就將淡水珠 胡混海水珍珠 我們可以通過陰極發光儀 就檢驗到 原來在陰極發光儀裡面 看到會發青光的那隻 就叫做淡水珠 它裡面有一個原理 含有什麼呢 含有尾的不同 就會導致發光會不同 肉眼是分不到什麼 肉眼除非我們有特別的那些 陰極發光眼 哈哈 暫時好像還沒有 哈哈 這個就有一個 Cathodoluminescence 陰極蛇腺 不會的 你買的時候 可以 你要求它給一個 可靠的化驗所的證書 就可以了 你買珠寶有證書 很平常 那就翡翠了 翡翠 所以這次陳教授和我 都會特別安排一些很精彩的翡翠 讓大家聽聽 為什麼呢 因為翡翠 我們不可以說是中國的唯一國報 雖然翡翠在緬甸出 以緬甸翡翠為主 但是真正要將翡翠評價的人 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並不是緬甸人 因為翡翠的價格是由中國人來評 所以我們對翡翠的評價 是有自己一套 無論是台灣 香港 內地 它都有一個很類似的一套 就是翡翠的評價系統 這個系統 我們做之前 先要確定翡翠是A 還是B 還是C A是天然翡翠 B是經過漂白 加交的翡翠 C就是掩飾翡翠 到時候我們有些儀器 讓大家可以看到 怎樣去研究 A、B和C 這部就是紫外可線的光譜契 今天我們帶了一個 什麼呢 就叫做精簡版 在前面的第二角 這個我們在美國 特別叫人量身訂造的 就是一個可以搭配的 Uavisible spectrometer 我們可以看不同的普通 來辨別它是真的顏色 還是掩飾的 另外我們在化驗所裡 還有激光拉曼光譜 Raman spectrometer 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隨身攜帶版本 跟這個北京圓人的黑玉 一比一伏黑板 這個是照那個黑白相來做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玉石 就是一些我們顧客的收藏品 這個就是他的拉曼光譜套 還有紅外線機 都可以讓我們做很多鑑定 這個就是我 差不多十幾年前 有個客人送了這麼大的魚 叫做大魚大肉 給他們驗 我們就把它放進紅外線機 裡面就這樣來驗 也有我們簽法報告鑑定證書 我在1991年在緬甸開過鑑定學校 當時也在緬甸人的身上 來聽聽他們對翡翠的鑑定鑑想 融合我們香港 台灣和國內的一些系統 小弟都創造了一個自己的系統 這個系統叫做三思加TIPS 三個英文字用私行 另外四個英文字叫做TIPS 中文叫做總色透型花大功 還有下一句 下一句叫做翡翠鑑想 很輕鬆 大家就看看 這個叫做老翡翠鑑 是我們葉內一般認為最高級的 純綠色的濃綠色翡翠 另外就是新翡翠 翡的意思是滿綠色 以往叫做抗翡 現在是綠色的形容詞 分佈均勻整粒的 有色就叫做翡 是美色新翡 另外還有這個就是我自己設計的一個特別的 用來平色翡翠的一個顏色的平色系統 還有一些翡翠 它有些叫做螢光的 螢光的翡翠 在70年代80年代香港叫做降微 現在就叫做螢光式 另外還有一些透明度叫做冰種 好像一塊冰有少少透 有少少不透 半透與透之間 也叫做冰種 簡單跟你談談 好像這顆肉石 如果被我們鑑正鑑想 那你會點評它呢? 身黑 沒錯 哇 有沒有少少透明度 有沒有少少透明度 好像有少少透明度 有 玻璃種還是冰種 冰 冰 有沒有起螢光 有 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新坑冰種起螢光 其實不太難 珠寶鑑正或者鑑上 是有一個系統 其實不太難 讓大家有一個初步的理解 我們還有花道、大和小 以及工藝上高的要求 行業是對珠寶打金、玉石、雕刻 有一個要求的 它有一個順口流 一怕圓 二怕方 最怕要見崗 因為圓形、方形和平面的崗 在一個手造的工藝 是非常之高的要求 以前的打金師傅、玉石師傅 很堅持的 全部用人手造 不用機器的 這些就是那個technology 未必解決到我們的craftmanship 那個心理和人為的要求 他喜歡全手造 很棒的 這個呢 讓大家開眼界了 這個就是 腦坑、玻璃種、皮太扣 還要維芳石 有身分象徵的人才可以 這個呢 今天我們簡單講解一下 這個珠寶鑑證 差不多到這個時間了 我準備了一個 只有幾分鐘的時間 一個簡單 我們LAP裡面的高科的儀器 陳教授會不會有三分鐘 我們不如看完它好嗎 大不快 大家好 歡迎你們是在 參觀亞洲保持學院的 高科技的鑑定儀器的部門 待會我們會你介紹一下 有關於高科技儀器的一些起用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 一塊小小小小的小小小小 你會不會有三分鐘 能給你一個一些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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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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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將小小的感謝座 想領回莫先生 想請我們的副院長 Dr. Dorothy Chen 謝謝 請龍先生一起出來拍嗎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給點笑容 3 2 1 來一會 準備 3 2 1 OK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如果大家有帶你們來的